主席有收1500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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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可文哲被羁押之后的第六天 首度现身 他身穿黄色球衣 脚踏蓝白拖 带着手铐 少了遗忘的招牌高腰裤 不过眼神坚定 精神还不错 他已经拒绝抗告 看来是做好 要战来战的准备 就是想问那个 你会开发的时候 有曾经说这是真的吗 简连追查金华城案金刘 要拿出让他一道毙命的证据 一度传出要约谈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 不过遭到否认 但是10号下午 还是约谈了一名 从来没曝光过的神秘证人 经过收钱 需要收钱吗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提训 柯文哲在下午5点04分 还压台北看守所 因为根据周刊再度爆料 早在2021年 柯文哲明知多名议员 反对还是在 金华城子公司 顶月公司的诚情书上 下条子 给产业举账 怎么做都行 快就好 公文往返 不如大家当面确认 已花了两个月 被认为在幕后下指导棋 就是在这个金华城获得20%的容积的时候 有所谓的公益性跟对价性 所以金华城要把其中800坪的这个楼地板 捐给台北市政府 甚至检方还掌握彭震生和柯文哲的关键对话 今年初金华城案遭监察院纠正后 5月柯文哲要求彭震生再度审视全案 彭震生回复收到 主席都有征询各委员意见 三天后柯文哲回传讯息 既然是共视觉就这样解释了 这段对话遭法院认定串供 开始又谣言满天飞的 请问这个报道是真的吗 检调大动作 两天来分别借题审庆金 彭震生 柯文哲比对三人供词 检方不排除柯文哲与彭震生串供 也将根据他的供词 评估是否有必要将彭震生 转为污点证人 记者陈思院 蔡炳宏 林佳妮台北报导